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9月22日授权 65岁以上人群 在第二次接种辉瑞疫苗后 至少6个月进行强化注射 另外 那些因在工作中经常接触新冠病毒 而极有可能患上严重疾病 或有可能出现新冠严重并发症的 成年辉瑞疫苗接受者 也获得授权 可以接种加强针 CDC数据显示 大约有2200万美国人 距离第二剂辉瑞疫苗接种已达到6个月 其中约有一半年龄在65岁以上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就业预测分析显示 预计在2020至2030年期间 零售业将失去58.68万个工作岗位 是所有行业中失业人数最多的 电子商务的持续进步和疫情期间的消费模式转型都加速了这一趋势 但是未来十年中如电影放映员 饮作员 大堂服务员 售票员 餐厅厨师和服装销售员都在职位增长最快的前十名 这是由疫情后 娱乐活动需求的大幅反弹造成的 此外 锋利涡轮机服务技术人员 护士从业人员 理疗师助理 信息安全分析师 健康服务 数据科学相关的工作人员需求量也将大增 加州州长纽森9月23日晚签署了AB701法案 亚马逊和加州其他仓库运营商将面临对其劳动行为的新监管 该措施要求仓库向员工和政府机构披露配额和工作速度指标 并禁止对停止工作使用卫生间等其他类似活动进行处罚 法律还禁止对投诉的工人进行报复 如果发现特定工地或雇主的年度员工伤害率 比业内平均伤害率高1.5倍或以上 加州监督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的机构 必须向州劳工专员报告该实体 然后由劳工专员决定是否对该设施进行调查 该提案遭到零售商和其他行业的强烈反对 他们警告说如果实施将增加制造储存和分销成本 这些成本将转嫁给消费者 亚马逊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AB701法案将于1月1日生效 英国能源供应商Grain Supplier和Evro Energy 9月23日同时宣布退出市场 这标志着天然气价格飙涨 引发的供应危机正处于愈演愈烈的状态 英国负责制定能源价格上限的天然气与电力市场办公室 在今年2月和8月的调价窗口中 均做出了调高限价的决定 根据今年8月的调整 10月起预付费用户年账单上限将提高153英镑至1309英镑 直接支付账单的家庭能源费用上限也将上涨139英镑至1277英镑 自8月初开始 英国已经有7家能源供应商推出市场 造成超过150万家庭需要寻求新的供应商 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 中国官方9月23日表示 自2013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以来 累计有854万人次的老赖 或于失信承接压力主动履行债务 执行到位金额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 在民商市审判执行中 人民法院强化契约精神 规则意识 加强对恶意违约 逃费债务 失信行为 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承治力度 与此同时 司法部门也在加大产权保护力度 并强化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